中国的护照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带回来 自从无惊的电影《战狼大火》 中国的护照行情暴涨 网络上充斥了个例什么900万人挤破头要加入中国国籍 一千名美国飞行员是要当中国人难度拦不住 这类新闻此起彼伏 明星呢也纷纷地表示要退掉外国的国籍 我不要美国籍了 我要入军中国籍 四年前我已经把美国籍退回去 我现在是100个%的中国职的人 我也已经把我退掉加拿大国籍的这个 已经再申请了 就连那些自称爱中国的台湾网红们也纷纷地表示 此生不悔不滑下 不过当他们被问到你们这么爱中国 为什么不撕掉台湾的护照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 机智的台湾演员们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要办一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首先他必须要放弃他国国籍 因为中国不承认双国籍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位台湾地区的居民 想要主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那就意味着首先他必须要先把台湾省 台湾地区当作是一个国 这就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了 所以各位明白吗 为什么在祖国统一之前 任何提及要让台湾同胞线外护照换身份证的 都是在偷渡两国论 这个理由再一听感觉还挺有道理 就好比一个有外遇的渣男 这样会有和他秘密交往多年的情人 为什么我不跟我的原配妻子离婚而娶你 是因为一旦我和原配的妻子离婚 就等于间接的承认了我和他的事实婚姻关系 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 所以我绝对不能和我的原配老婆离婚 请问这样的渣男 让他真正的加入中国的国籍 面临台湾的国籍要被注销的时候 你猜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两个都选 一名台湾的法学专家邵子平 为中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中国的政府特批 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 结果被台湾当局注销了中华民国的身份 讽刺的事情来了 邵子平起诉了台湾的政府 声称自己的健保和退休金不能再领取 台湾的选举权和政治罢免权利也没有了 所以说邵子平要比上述那些爱国的台湾网红们 要强上一百倍 毕竟他从来不喊爱国的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 为自己家乡南京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是咱们摄尔王好理想 他失去了台湾的选举权 不是已经拥有中国政治选举的权利了吗 我倒是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过 曾经就有人啊 因为看完了吴京的电影 相信了他的那句经典的台词 结果信了这句鬼话 在出国旅游前 模仿电影的桥段 把那句话写在了他护照的背面 在出境时 被中国的海关 以擅自在护照上涂改为由 拒绝出境 中国的护照可以把你从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带回来 是我的中国护照 我再不知道 我很想回国 母亲你骂了个逼 你把我带回去啊 我有中国护照 你把我带回去 好不好 一天到晚打鸡血烟的傻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啊 有不少海员 在海上漂流了几百天 跪求中国的政府接自己回家 我们是中国船人 我们是中国船人 我们是健康的 我们是健康的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结果让中国护照 接自己回家的愿望 不但没有实现 在网上求助的发帖 还被国家删除 相信有不少人听到这里 就会反驳了 你又在胡说八道 中国的护照值钱 那可绝不是什么都市传说 根据2010年中国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在13.3亿的中国人中 只有1448名入籍的外国人 平均每90万人当中 才有一个是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就连中国著名的功夫演员李连杰 裸绝了100亿 申请了三次 想重新取得中国的国籍 都未能成功 而悔不当初加入了新加坡的国籍 原来中国籍 是世界上最难入的 那么事实当真是如此吗 那么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揭晓真相 首先李连杰100亿裸捐 被拒绝三次恢复中国国籍 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假新闻 恢复中国的国籍 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有一位知乎的网友 分享了自己恢复中国国籍的青春经历 证明恢复中国国籍非常的简单 总共只花费了人民币250元 这位网友表示 恢复中国国籍最大的难点 并不是国家没有相关的政策 而是大部分城市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对此业务一无所知 管理户籍的民警 曾经一本正经的告诉他 想恢复中国国籍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 而事实上当他仔细钻研了一下政策 发现那个民警说的话 纯粹是扯淡 那么那些所谓为了爱国 而退掉外国国籍的明星们 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早在2020年初 中国就已经逐渐释放出 开始缩紧对外国籍艺人审核要求的信号 那么那些所谓的爱国艺人 从各种渠道 事先得知国家的政策其实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果然在2021年8月 政府出台了限制外国艺人的相关政策 这就好比像做商业投资 事先得知政策 做出一些防患于未然的决策一样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 还有不少艺人相继的晒出了自己的中国护照 以此来证明自己并没有加入外国的国籍 他们的根据是中国的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 我的岳母晒出了包括我跟我老婆的护照 还有我儿子的出生证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你看人家无尽把全家人的护照都晒出来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抬杠是吧 那我就跟各位奉陪到底 没错在中国国籍法的第三条中 的确这样明确的写着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但是严格的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 也只能证明他还拥有中国的国籍 却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持有中国以外的护照 国籍法中虽然显明了不承认双重国籍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条明确的禁止中国公民 拥有双重国籍 那么众所周知 法无禁止即可为 不承认和禁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就要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中华民国的存在 但是中华民国有他自己的宪法 货币军队在物理上的的确确的存在 所以不承认仅仅表达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有人可能表示说这个不对呀 说这个国籍法的第九条 他也明确的写了 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将自动丧失中国的国籍 但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这一条法律的两个前提 所谓自动丧失中国的国籍 是要满足前面的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第二个是自愿加入 那我们假设有一对夫妻 他们短期到美国工作或者是旅游 在美国生下了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就自动取得了美国的国籍 可是孩子在成年之前 并没有自主选择自己国籍的权利 也就并不符合自愿这一条 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完全不适用 所以那些明星和官员们 即使他们晒出了自己孩子的中国护照 也并不代表他就一定没有外国的国籍 另外一个前提 必须是长期在国外定居 一个取得了美国的国籍 却长期在中国定居的人 他其实并不符合 自动注销中国国籍的条件 所以如果有一个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 给你晒出了中国的护照 这并不能证明 他不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 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够清楚吗 有人可能觉得说 那你这不就是在抠法律的字眼吗 拜托啊 中国的法律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最大的特点 就是咬文嚼字的艺术 立法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抠字眼 字面的解释就代表立法者的本意 要知道有多少中国的高官贵族们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取得了外国的绿卡和国籍 法律上也必须得有这样一个后门 来为他们服务啊 我入了英国籍之后 我觉得我拿着外国的护照 为中国做事很方便 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 对于韭菜阶层国籍法要如何去解读 就要完全的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了 毕竟中国的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是归中国共产党所有的 那有人可能想问了 那么那些长期生活在海外反美式工作 赴美式生活的留美学者和爱国专家们 是不是就不能够取有两本护照了呢 对不起啊 你还真是小看了这些爱国专家们的智慧 那么网上呢 就有许多类似的攻略 手把手的教你 即使你长期在国外定居 也可以绕过中国的海关 在中国和外国之间自由的旅行 我们假设有一个人叫张三 他拥有中国和美国两本护照 那他要如何的操作 才可以不被中国的海关发现 他同时拥有两本护照呢 那么这个张三他可以先用中国的护照 去申请一个韩国的签证 再用中国的护照加韩国的签证 出中国的海关飞到韩国 然后再用美国的护照 从韩国直飞美国 反成就是把上述的步骤 再反向操作一遍 这样的话 中国政府就完全不会发现 张三拥有双重国籍的事实 那么既然普通中国的老百姓 都可以这样操作 持有两本护照 那么对于那些 腰缠万贯的明星贵族官员们 这又能是什么男士呢 我入了英国籍之后 我觉得我拿着外国的护照 为中国做事很方便 有人可能会不服气了 那你看谢霆锋啊 还有那个曾子丹 他本不是退掉了美国的国籍了吗 还有啊 爱国的企业家 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他不惜花2.4亿 去退掉美国的国籍 骗一群脑残粉 即使他们真的退掉了 所谓加拿大和美国的国籍 依然可以有机会重新的加入 比如英国就有相关的政策 还可以有一次后悔的机会 让你重新恢复英国的国籍 加拿大也是同样 因此即使谢霆锋 今天退掉了加拿大的国籍 他也并没有为此损失什么 而对他在中国的演艺事业 却有着极大的帮助 至于那个花了2.4亿 退掉美国绿卡的曹德旺 我相信他或许是真的爱国 但是我更加的相信 假如他真的爱国 就不会仅仅因为美国的电费便宜 就把他的工厂开到美国去 为什么不能把给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留给自己所爱的国家的同胞呢 商人就是商人 他们心里永远都有一笔账 我在骗一群脑残粉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他们才懒得管你明星负商 有几本护照 让他们帮着政府站台 公开的表态爱党爱国 才是中国政府真正想要的东西 盲目的迎合当今中国社会 畸形的民粹主义 这些所谓的网红艺人 在电视上大喊爱国 绝无可能是发自真心 真正爱国 绝对不是天天把爱国挂在嘴上的人 而是那些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因为说真话而坐牢 甚至把坐牢看成是自己事业一部分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 我坚持我自己的信念 我坚持说真话 我的人性是完整的 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 面对警察 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而那些大喊爱国爱党 鳄鱼奉承 以此可以获得荣华富贵 取得好处的人 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 投机取巧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